明星故事会讲述明星的传奇故事 今天咱们接着讲成龙和邓丽君 那么成龙和邓丽君经过了短暂的异地恋之后 正式发展成了真正的恋情 成龙也从圣南东你好来到了洛杉矶 时间久了以后 成龙渐渐的显示出大男子主义的心态 而邓丽君呢 是一个比较开放比较独立自主的女生 所以说两个人经常在性格上 在精神世界上产生冲突 所以说呢 时间久了就感觉两个人有点疲倦 这就是恋爱阶段的瓶颈期 两个人都看到对方的缺点毛病了 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其实这个时间一过就立马就好了 但是他俩就没有过去这个时间 有一天邓丽君给成龙打电话说 我想过去看看你 成龙说行啊来吧 两个人约好了时间地点 成龙当时正好跟旁边的一些兄弟哥们们在一块 成龙算是一个小绝了 他身边有很多小兄弟们跟班的小兄弟 那么这小兄弟们一听大哥要跟自己的女人要见面了 哎呦特别兴奋 启哄吧 哈哈哈哈就启哄 启哄完了之后说 我们也没见过嫂子 你明天带我们一块去呗 我们也见见嫂子 成龙说行啊 明天带你们一块去 结果第二天 他们约好的地点见面之后 邓丽君就不高兴了 你是跟我约会啊 还是你带一帮兄弟们跟我约会啊 你带约会怎么还带一帮哥们跟我约会呢 什么意思啊 成龙就说 他们想跟你见个面 见见你 邓丽君本身这个人啊 也比较东方女人 都是有点羞涩 哎呀比较尴尬 尴尬过去之后呢 邓丽君就问成龙啊 说咱们吃什么呀 成龙说那你说了算呢 邓丽君说咱们再去上回那法国餐厅 吃西餐吧 特别好 特别有气氛 特别浪漫 成龙说行啊 走啊兄弟们都一块去 邓丽君这时候真急了 怎么你刚才你们这帮人见我就行了呗 你怎么还带他们一块跟我共度晚餐 法国餐厅很浪漫的好吗 你带一帮兄弟们跟我一块浪漫什么 什么意思呀 不他们跟我一块出来也没吃饭呢 你们一块吃饭怕什么呀 俩人吵了半天 最后邓丽君说 你是要我还是要你一帮哥们 成龙也不说话 邓丽君等了半天 你也不说话 那意思就很明显咯 你是要你们一帮哥们咯 于是邓丽君转头就走 真走了 越走越远 真生气了 自己就也着急就喊了一句 但也不知道邓丽君生气 还是远了没听见 他就没回头 就这样气呼呼的走了 成龙带着一帮傻哥们一块 灰溜溜的回家 成龙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人家是来看我 我怎么又把人气走了 成龙那个时候正好是二十五六岁 二十五六岁的男小伙子 阳刚之气正胜的 而且是意气用事 最不肯低头认错 成龙也是一样 到半夜才给邓丽君打电话 说今天是我不好 不要生我的气了 邓丽君其实还在气头上 你跟他们谈恋爱吧 跟他们过去吧 你找他们嫁给你吧 就把电话挂了 成龙当时也没多想说 过两天我再找他去吧 谁知道 那是邓丽君最后一次跟成龙约会 因为成龙过几天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那边人说了 邓丽君已经走了 美国洛杉矶的学业结束了 自己只身回到了台湾 就这样 成龙还在美国再接着拍戏 又拍了好多年 两个人的恋情 就这样阴差阳错 老眼纷飞的分别了 反正就非常的遗憾 如果那时候邓丽君能跟成龙在一块的话 可能他们的日子将会改写 那么历史不容假设 我们在这里想象一切想象都是意义 你觉得成龙是渣男吗 你觉得成龙和邓丽君的分手 是因为他的大男子主义吗 欢迎评论加关注 明星故事会讲述明星的传奇故事 他很怎么讲高贵 就是很干净很高贵 很怕吵很近 我不是我一示范三围 那三围他就看我 有时候我的兄弟那种讲话 他很吵的那种 你懂不懂 但是林文江呢 他都会跟他们就 所以兄弟们跟我讲 邓丽君不好 这个一定是大嫂 这一个他多好啊 每天在讲 反正我跟邓丽君一起在一起 所有兄弟都走开着 也不到茶也不管他 那那个一来 那个林文江一来呢 所有说啊大嫂好 送饼干 就是变成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